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2月25号到2月28号80直 一共有发现173件的超速违规行为 然后有的超速竟然高达134公里 呼吁驾驶人如果超速行为要开 要处罚新台币3000至6000年的罚缓 也呼吁驾驶人从3月1号临时起 本期会正式开罚 呼吁驾驶人应该保持速限以免受罚 时间的一个就是校正的部分 两部摄影机都是以GPS对时 之前是因为一部摄影机的时间 发生错误才产生误差 现在我们增加一个主机对时的时间 摄影机跟主机两个时间一致 我们才开单几发 那另外还经过人工的查核 另外我们每日也会产出报表 再以人工来比对 这样双重认证之下 以免发生错误 那治安的部分怎么处理 治安我们的摄影机 是经过行动应用 治安联盟的机构来认证 由治安1.0认证 改变为治安2.0的认证 主要是替换哪些部分的部分 主要是替换摄影机由 治安认证1.0的摄影机 替换为治安认证2.0的摄影机 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